那有纽约区台湾同乡会日前在法拉盛举行第45届的年会 会长许华中宣布未来将持续吸引更多在美台裔青年参与 以同乡会年轻化为目标 出席的驻纽约台湾经文办事处的处长 也鼓励海外同胞与国内的民众连结 一同为国家经济努力 我们台湾同乡会是纽约地区非常活跃 对台湾非常关心的一个社团 未来我会跟台湾同乡会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 新的一年我也祝台湾同乡会会运苍龙 在世界上或是在美国有各种振载以后 我很佩服我们台湾同乡会的第二代 我们的年轻人每次都是第一个 first ones to come out and to help the community and help people who really need the support 我们最主要是想要推荐我们台湾的文化 然后就是给纽约比较了解说我们台湾人是怎么样子 台湾文化是怎么样子 然后就是欢迎就是纽约的年轻台湾人 来来来来当会员来帮忙当义工来帮忙办这些活动 在大纽约台湾同乡会的年会上来自纽约区的国会议员 市议员跟社区领袖都共同参与盛会 并且颁奖肯定同乡会多年来服务社区鼓励华人参政的贡献 新上任并首次参加在台湾侨盛活动的中华民国驻纽约 经文处处长张文良也希望海外侨胞继续支持台湾政府拼经济的决心 同乡会也在活动开始前邀请与会民众共同为上星期辞事的前立法委员 蔡同荣挨到一分钟以感谢她为台湾民主将近50年的努力